生活的艺术,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,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,听苏格兰冰吹Be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衣,吃盐水花生,欣赏雨夜的霓虹灯,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,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,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愿,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念性的小烦恼,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。 爬满了枣子,一条小路,银溪样的流去,两棵小白树,生出许多黄枝子,各个抖着,仿佛天刚亮,深远还有两棵树,一个蓝色,一个棕色,潦草像中国画,只是没有格式,看风景的人像是圆倒而来,喘息未定,蓝湖的远山也波动不定,因为那厚乎质感,又像是鸡出脚, 席子显冷了的时候的调遥的梦。 使人想起长安古的阴沉学,西风残照,寒假灵学,可是这里并没有威鹅的过去,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,更空虚的空虚。 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,卖龙本领,大叫一声,放松了扶手,摇摆着,轻轻的掠过,在这一刹那,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敬仰之心。 人生最可爱的当,便再赖一扫手吧。 妍鹰只打了草稿,为那强有益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,我心甘情愿的像苗红一样的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。 生命也是这样的吧,她有她的图案,我们唯有临摹。 所以西洋有这句话,让生命来到你这里,这样的屈服,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败,狠锁,难堪,失面子的屈服,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。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巧赶上了,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,唯有轻轻的问一声,时代的车轰轰的往前开。 我们坐在车上,经过的隐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,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,也自惊心动魄,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片即适的店铺的橱窗里,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,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,藏拜,描想,我们的自私与空虚,我们天不知诚的愚蠢,谁都像我们一样,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